Hello 大家好 我是弗賴 今天要教大家使用Line Notify 做一個元氣蛋書籤 什么是元氣蛋書籤 元氣蛋書籤就是人讓你透過這個書籤收集日月精華 所以當你做好這個書籤之後 記得把它給親朋好友來點點看哦 首先我們需要申請Line Notify 全帳 進到Line Notify 的網頁之後呢 我們點選個人頁面 在個人頁面的最下方 我們發行全帳 這時候你可以選擇一對一通知或者是各種群組 那輸入全帳的名稱它會顯示在Notify 的使用者裡面 那按發行之後你將取得一個全帳 這個全帳接下來請好好保管 它只出現一次 接著我們進到Google 的Script 輸入這一段程式碼 並且換掉你的全帳 然後接著進行發布 選擇新版本 每次都要選擇New 新增 並且選擇使用者是任何人 包括立民都可以去使用這段程式 我們按更新update之後呢 即會得到你的App Key 來瞧瞧Google Script的畫面 我們選擇New Script 並且貼上這一段程式碼 並且換掉你的App Key 按發布選擇 New 以及選擇 任何人以及匿名使用者也可以使用 在 update 之後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串你的App UI 囉 那這段很長的亂數字母呢 就是你的 Key 你的App Key呢 接下來可以運用在製作你的元氣彈書籤上面 進到 bookmark file.it 接著貼上這一段程式碼 並且記得換掉你的App Key 輸入書籤的名稱 只會讓你的金本好友都看得到 按 mark file 就能得到你的專屬書籤囉 元氣彈書籤可以在 Firefox 或 Safari 上面使用 一旦你點折了 你把你的元氣彈書籤拉到了 你的書籤列上面 並且點擊之後 那麼你的Line Notify 就會跳出通知訊息啦 我們在11點6分得到了這個書籤 那是哪一位親朋好友送來的呢 你可以偷偷去詢問喔 說不定它是提供你一些健康 或者是讓你生活更有活力的訊息呢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 Google Chrome 這時候可能會遭遇到 沒辦法新增拖拉的方式來拉到你的書籤列 那這時候呢 請你到書籤管理員貼上這一段程式 那記得把你剛才產生的書籤的序號 換掉之後再來貼上 貼到你的書籤的 URL 按儲存之後 那它一樣是可以使用的喔 好的 你可以開始來試試看自己的 Line Notify書籤 來讓你的元氣是不是滿滿呢 趕快來使用看看 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給我 我是Fly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請問我們下回見囉 拜拜 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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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